朋友们好,本来今天我不打算录视频的 但是呢,我今天原来计划好的一项活动 就是取消了 这样呢,我的心情也是相当的不错 我想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吧 昨天晚上,我整理了一篇相当好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大致是,先声夺人 俄罗斯新媒体部队 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表现 就是,它的表现相当的差嘛,人家乌克兰人的这种新媒体部队 也就是社交媒体部队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完胜了俄罗斯,在他们眼中呢,俄罗斯就是僵尸,就是一堆垃圾 我指的是他们的对手 俄罗斯的新媒体部队吧,现在都是 军事人员在直接操纵的 直接的发帖子,然后管理帖子 直接跟观众受众交流 这个文章我就不重复了,因为我同时又发在 安妮信息港微信公众号上面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就到安妮信息港微信公众号上去看 那篇文章还在,我也不知道 他寿命有多长,也许过两天就不存在了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国内的,不管是媒体平台,还是民间 普遍的主流名义 都比较偏向俄罗斯 这个很多人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理解不了,为什么理解不了呢? 我从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出发 你看,我去过就是什么泰国啦 去过什么菲律宾啦,去过很多很多国家,法国,德国,我都去过 土耳其也去过,什么阿塞拜疆 什么亚美尼亚美去过 俄罗斯都去过 但是呢,我就感觉到 在所有我去过的这些全国,富国当中 对我最不好的就是俄罗斯了 我跟周围的朋友们聊,聊天 就来自台湾的,还是来自香港的,还是来自新加坡的 还是跟我一样,来自中国大陆的 大家都跟我一样的感觉 说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不管到哪儿去 对你最不友好的就是俄罗斯人 好像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受虐狂的这种情节吧 就是人家越打你,越骂你,越敲诈你 你越舒服 呵呵呵 好,那就这么着吧 你爱受虐就受虐吧 那我呢,就是爱高兴就高兴吧 我做什么事情最高兴呢 现在就是骂俄罗斯,我最高兴嘛 当然,我骂也不会把人家骂死 也不会把人家骂败 俄罗斯人,也是,这个,爱骂的能力也是相当强的 全世界都在骂他们 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嘛 就是说,乌克兰人当然骂的是最凶了嘛 乌克兰人,我在昨天的那篇文章里头写到 他们就是,先是一帮志愿者 在那个地方帮着,给乌克兰说话 后来乌克兰国防部把他们看上了 就收编了 然后呢,就给他们发工资 给他们专门提供场地,提供资源 提供人手,提供各种各样的料 他们呢,就是去,在俄罗斯流行的媒体上 去发布各种各样的帖子,跟那个地方的人去沟通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一种作战吧 他说他们的对手,就是俄罗斯的那个新媒体部队 好像是一帮散兵游泳,或者是毫无专业水平 表现相当相当的差,实际上在返校帮着乌克兰的新媒体部队 关于这个新媒体部队,这个文章写了,我就不重复了 没多大意义,感兴趣的朋友们到安宁信息港微信公众号去看就行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俄罗斯的FSB,就是他的这个情报部门 他其实,做的很多的事情也是相当相当的可笑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远的,我们等会再说,我们先说说近的吧 先说近的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这个是最近的一个大新闻嘛 俄罗斯他们两三天就破案了,他说是 乌克兰情报部门 就是我的那个宠牌偶像,丹尼洛夫 由他来策划的 这辆卡车啊,是从乌克兰的奥德萨港 然后呢,开出去,开到保加利亚 然后又经过什么,罗马尼亚,波兰啦 白格罗斯啦,到俄罗斯啦,什么阿塞培江亚米尼亚 转了一大圈 全世界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国家的这个海关 都来来往往,来来往往的检查 什么X光啦,什么警犬啦,人亲自上去了 硬把一万多公斤的这个炸药 没检查出来,让人家就是很平安的 很顺利的运到克里米尼亚大桥上 然后引爆,就炸掉了 差不多把那个桥给炸酸缓了吧 他们现在的努力说是在今年年底能不能修好 不一定了,等着看吧 反正这也是个大关,热闹之一吧 这是近的,那我们来聊一聊远的吧 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啊 其实在今年2月24号,他们全面入侵乌克兰包围基辅之前 一直就给这个 玻尼亚保证,说我们的部队 只要冲过边界线 乌克兰的老百姓就能够拿着盐跟面包,如果能找着鲜花 如果还有温氏大盆的话,就拿着这三样东西来迎接我们的部队 我们呢,就像去旅行一趟 我们也不用带太多的粮食,不用带太多的武器 不用带太多的这个油料 到那去,就是望风而降 人们都来,就是,归宋啊 我们去把 泽隆斯基给扣起来 或者把他给杀死 然后把我们的人放上,然后这个就成我们一个国家了 然后呢,让这个傀儡政府呢,跟我们签一个协议 把这个杜尼斯克,卢干斯克 赫尔松,就是他们现在要的这些,包括这个 他们现在不要的 那个哈尔科夫,都划归给我们俄罗斯 这样呢,就把一半给切掉,剩下一半 就傀儡政府,他们去经营就行了 至于克里米亚,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用说 这样呢,就把那个玻尿酸给说服了嘛 玻尿酸说,行,那咱们就干吧 就听了这帮忽悠 发兵乌克兰,进去就出不来了 现在打的是 哎呀,这个效果,朋友们都看到了 打的相当的拉胯嘛 哈尔科夫全禁,退出去了 当然就是基辅包围战,他们完全失败 现在赫尔松也是积极可危 杜尼斯克跟卢干斯克也不得不挖豪钩 做一个 怎么说呢,做一个非常搞笑版的 那个马其诺防线 嗯 是比较好玩,它相当相当被动嘛 不得不天天去摸一摸那个,叫什么 核武器,然后说,你看,我有核武器 我动不动,就要抱着它,就要跳崖了 然后跳崖之后,这个世界就毁灭了 就是就吓唬人到了这一步了 玻尿酸,他如果心里有数的话 他心里最恨的人,可能不是乌克兰人 是他们自己人,是哪一帮人呢 肯定就是FSB 他的那个情报部门,大宝贝了吧 嗯,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先聊这么些吧 我们也不需要它多么完整 不需要它多么完善 自媒体就是自由就行 想聊就聊,想聊哪就算哪 欢迎朋友们来安妮信息港微信公众号 那个地方我天天都在写文章 好,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